恭喜肖战再次斩获优质的国货代言六神 恭喜之外 又看到此次不一样的地方 对于肖战官宣新商务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惊喜感 就是感觉这些平常用的产品就是多了一个代言人罢了 而且还是顶流来代言 用得的开心了 从蓝雪顶奢 到接地气的三元产品 再到生活日化 就像肖战全平台的影响力皆无短板 而此次六神如此受关注的原因 是有不少人觉得能看到肖战这么多席商务中堪称尺度最大的大片 有发现这次的新代言和往常的代言有很大的区别 已经官宣了25席全新的商务代言 咱就说 没见过这么简陋的 这是要走淳朴风了吗 还是预算不够 代言人大片呢 什么浴室大片 什么沐浴录示范 啥都没有 然而 这一切在肖战这里都不是问题 火爆的依旧如往日 亲眼见证 官宣短短两小时 就卖出了肖战同款20万家份 火速登顶平台的单品类中首位 让品牌还设置了限购的模式 代言限购 非高车 非特殊产品 生活刚需的日化竟然限购了肖战代言带来的效应 这真是内余的独一份 虽然物料少 但也登上了海外多个地区的趋势 六神物料少 造成这样的原因 其实也很好分析 真夜内的开小灶提前路透的德福巧克力突然刹车 改到次月的六号官宣 提到前面来官宣的六神 估计是没时间准备 或者是成片还没剪好 至于是什么具体原因不做过多的猜测 但是从这次官宣的代言风格大变 至少看出一点 早前嘲笑唱摔削战不进组再加抠脚 压根不存在 从玉谷摇顺利杀青 不提话剧如梦之梦的形成 就单说商务代言这块 从拍摄生日大片 8月份之后官宣的商务代言就有九席 参加了两场主流活动 2022年杭州亚运会到 即时365天的启动大会 和成龙国际动作电影节闭幕式活动 这这其中有给品牌拍摄季节性的物料 从8月到11月 相当于一个月要拍摄三个代言的TVC 就单看这些都要忙得飞起 哪来的时间再加抠脚呢 六神官宣连正式的TVC都没有 突然提上行程 忙得连忙得拍摄的时间都需要协调 这叫再加抠脚 不存在的 应该庆幸肖战没有去接综艺节目 要不然真的会开启连轴转的行程 粉丝不要着急不要慌 就像肖战本人说的 时间的缝隙变大了 从容面对所有的事情 做什么都得心应手 能做的事情只会更多 能等到的惊喜也同样很多 请不吝点赞 击杨系列